怎能不抓緊好天氣的連續假期 怎能錯過出門玩耍的好時機 不過這南北流動的人潮 勢必也將帶動南北病毒交流 讓疫情增添變數 敦伍節這一天 台灣新增七萬六千五百一十七例 境外移入四十七例 死亡個案又增加一百四十二例 指揮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全國致死率 已經上升到萬分之八 距離指揮中心劃定的萬分之十 只差零點零二個百分點 不過專家推估端午連續假期後 是疫情下降的關鍵點 端午節後北部的轉折點 已經早先出現了 那如果南部的轉折點 在六月十號以後也出現轉折點 那就代表全國就會 我們的流行曲線 就會脫離這個高原區 開始慢慢緩步的來向下 另外國高中升和國小 以及五專前三年的學生 免費發放每人四劑 家用快篩試劑 從下週六月六號開始 陸續送到學校 學生再到學校來領取 就算之前買過實名制的快篩 也可以領 而隨著疫情的趨緩 邊境鬆綁 值日可待 目前整個邊境的鬆綁 事實上有幾個方案都在討論 包括是改成三加四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 國內的疫情 需要再下降的狀況 因為現在還在高原期 目前邊境鬆綁會先考慮 縮短簡易天數 但是觀光旅遊團 暫時還不考慮 華爾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勵頻道